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几个球员还适应得不是很好 但这并不意味着切尔西在今年1月东窗就不会继续引员 切尔西在1月东窗的引员计划需要取决于俱乐部的收入状况 如果得到的报价合适 切尔西会考虑出手若日尼奥和吕迪格 因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俱乐部需要补充一名防守型中场和一名中后卫 切尔西还会考虑引进新的边风 在持续参加高强度比赛的情况下 普利西齐无法保证不出现伤病情况 现在切尔西实际上只有两名边风可以使用 齐耶赫将自己视为10号球员 而不是边风 如果封信球员吉鲁离开 切尔西还需要引进一名新的中风 但现在看起来吉鲁至少要待到今年夏天 西汉姆连的中场球员赖斯 是兰帕德的首要影员目标 赖斯在领导力 组织和身体方面 都能给切尔西带来球队 目前需要的东西 如果引进一名边风 那么勒沃库森的利昂贝利就很合适 亚买加球员现在正处于自己的巅峰状态 中后卫方面 如果吕迪格和托莫里离队 那么切尔西会考虑引进布莱顿中后卫本怀特 主教练兰帕德很欣赏他 如果本怀特加盟 他的出场顺位 目前只能排在地亚哥 齐尔瓦和祖马之后 他们两人本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然后到了天下 切尔西还会去转会市场 寻找其他中尉 阿拉巴就是切尔西理想的影员对象 在风险上 如果吉鲁离开 切尔西将考虑免签科斯塔 虽然此前 在切尔西效力期间 双方有过不愉快 马克思阿龙索 可能会被租借出去 门将凯帕 也会被租借出去 他的身价 一直在持续下跌 除此之外 德林克沃特和巴巴等球员 也可能被租借出去 门将卡巴列罗本人 虽然想离开 但如果凯帕离队 俱乐部 显然不会让他离开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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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